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在这里我们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被诗皇家骑警低陆平原发言人苏日厄特表示 昨晨约70半 聂志文骑警接报抵达位于3号路5300号路段Lansdown Center 在商场外发现侍主中枪受伤 情况严重 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教 有传闻指 侍主曾于商场的一间餐厅用餐离开时遇袭 案发后警员大范围封锁商场的停车场调查 现场留有燃血衣物 墙上也留有血迹 不排除案发位置是在酒铺外面 枪击案正值圣诞购物高峰期 商场多间店铺受事件影响 昨日未能正常营业 苏日厄特指调查显示案件唯有目标袭击 事主曾是警方接触的人物 他又说目前仍然处于初步调查阶段 案发后警员大范围封锁商场部分 向3号路的店铺门前行人路及停车场 进行归正工作 最少有一辆警车在进商场北端电子用品店就职前 封锁范围的另一端在24小时营业的餐馆侧门前附近 调查人员将调查范围集中在酒铺与连锁家庭用品之间的行人路上 不排除是施主预洗的位置 现场所见 行人路上有一堆燃血衣物 一对黑色剥鞋 珠宝以及相信是救护人员为伤者急救时留下的手套等物件 地上和砖墙上都留有血迹 由于现场布满血迹 调查人员归正时要先戴上白色鞋套 并为证物逐一记号及拍照记录 现场所见被编上号码的证物有超过20个 调查员又在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期间有警员在一副砖墙上方位置发现怀疑弹孔 在场的其他调查员大为紧张 立刻上前用电筒查看 之后又低头搜索 相信是在找单壳 苏如厄特指商场平日十分繁忙 枪剑案并没有伤及无辜实属幸运 他说虽然调查显示这次是有目标袭击 但案件在人来人往的商场发生 难说对公众没有构成安全威胁 正值圣诞购物高峰期 商场停车场被封锁直到下午2点多才解封 多间面向街外的商铺昨日无法正常营业 商场内的店铺则没有受影响 列治文骑警警长Simpson表示 明白事件对公众构成不变 但也希望市民体谅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严重的案件 能给予耐心 联邦创新科学及经济发展部 委托进行的最新年度研究显示 加拿大无线通讯服务价格与去年同比有所下降 但较其他G7国家 加拿大电讯服务套餐仍贵过其中多数国家 创新部周五在声明中表示 虽然有所改善 但加拿大无线服务价格较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昂贵 根据今年6月到7月进行的调查 以较多家人使用的2GB网上数据计划为例 平均月费为75.44元 较去年平均月费81.61元稍微下降 研究查看美国四个中型城市的无线电讯收费 经币值调整后 发现他们的2GB计划月费 均比加拿大平均费用低约20% 约为61.26元 一些其他G7国家的主要城市 手机月费更为低廉 例如柏林为45.8元 巴黎30.91元 伦敦26.56元 罗马21.11元 只有东京更昂贵 价格为81.52元 澳洲是研究所涵盖的唯一非G7国家 悉尼的2GB数据月费为24.7元 不到加拿大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 年度研究将无线电讯市场分为六个级别的服务 一级只有通话时间 不包括发送文字或数据 平均月费为25.73元 六级多功能的家庭计划 包括至少10GB共享数据 平均月费为227.87元 对于国内电讯套餐月费较其他G7国家昂贵 加国电讯业界认为 自2008年以来 每年为联邦政府准备的年度研究报告 一直存在严重缺陷 加拿大无线电讯协会表示 很高兴研究确认 加国的无线电讯收费有所下降 但也指 研究未有准确对比各国的服务收费 没有考虑到家国业界提供的服务包含各种优惠 创新部长贝恩斯透过声明说 我们正努力降低手机计划的成本 虽然正取得进展 政府仍然致力促进电讯业的竞争 以降低加拿大国民的收费 同时确保他们也能从最新的技术和高质量的服务中收费 加拿大的住房可负担力正处于30年来最糟糕的水平 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现在还有什么人在买房 要多有钱才能买得起房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RBC 发布一份最新研究报告 指出楼市前景不妙 利率还会继续上升 报告养威作者RBC首席经济师Craig Wright 和资深经济师Robert Hawke指出 在加拿大最贵的市场 看起来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房了 温哥华 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的买家 如果按当地市场的平均价格买房 必须要有中等家庭收入的两倍和三倍收入才有资格 两位经济师在报告中写道 目前的住房可负担力是1990年以来最糟的 全国而言 加拿大需要用54%的收入垫付拥有房屋的成本 而在温哥华 这一比例高达87% 如果是独立屋比例更高 需要收入的120% 公寓的成本是收入的50% 如果以综合房价指数计算 申请房贷通过按键压力测试 需要有21万元年收入 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的住房成本 占收入比例也分别高达75%和65% 报告称 温哥华与多伦多市场已经处于危险境地 而住房负担力受侵时最严重的是蒙特利尔 蒙城的房价上涨最快 报告称 这一情况在明年并不会有所改观 但可能稍有喘息机会 主要是房价疲软和家庭收入上升 Rite与Hoke写道 希望2019年住房负担会有明显回落的人要失望了 他们预期加拿大央行明年将有两次加息 因而住房成本的压力持续上升 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方依法拘留 多日来 家方对此事一直采取谨慎态度 未做出强硬表态 也曾主动提出 不应将华为CFO孟晚舟被扣 和家公民被拘两件事联系起来 但在当地时间21日 加拿大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变 首次发生正式要求中国释放两名被拘家公民 与此同时 美国 英国 欧盟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加拿大 美联社报道称 21日加拿大外长佛里兰发表声明称 我们对中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拘留的 两名加公民表示关切 并呼吁中方立即释放他们 佛里兰还表示 加拿大是个法治国家 孟晚舟将会面对公平 公正和透明的法律程序 还称家方会尊重包括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在内的国际协议 不会妥协或将法治和正当程序政治化 报道援引一名加高层官员的话称 加政府21日传召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表明家方的立场 与此同时 美国 英国 欧盟也纷纷发表声明为加拿大站台 美国乌远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声称 加拿大尊重法治 在孟晚舟案执行了公平 无偏见和透明的法律程序 他还声明称 加拿大正履行引渡条约的协议 美国与加拿大共同致力于法治 这关系到所有自由社会的根本 我们将捍卫和维护这一原则 最后 罗伯特·帕拉迪诺也对中方居留加工民深切关注 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附述了美国方面的表态 声称英国相信加拿大尊重于美国的引渡条约 同样也对中方居留加工民深表关切 并声称中方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拘留了这两人 欧盟也几乎如出一辙 声称中方居留这两名加工民的原因 引发外界对在华合法研究和商业行为的担忧 据加媒环球新闻报道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还声称 被拘加工民被拒绝与律师联系是违反辩护权的 美联社报道指出 来自盟国的支持对加方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在近几个月来 加拿大感受到孤立无援 特别是在川普总统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后 在孟晚舟案之前 中加关系总体互动良好 中国是加拿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2016年在加拿大房地产业的中国投资超过30亿美元 但在本月初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非法拘留了孟晚舟后 中方态度坚决 立即要求美加立即澄清并放人 在本月中旬 美媒曾发文替加方报区 称美国明摆着一副不愿替传统盟友讲话的意思 正是川普上台以来美加关系的正式写照 而被夹在大国之间的加拿大显得孤立无援 进退两难 对于这些盟国的发声 佛里兰21日表示感谢 并重申加拿大不会将法治政治化 这是民主的基石 杜鲁多还说 加拿大人理解虽然政治状态会在短期内显得更具满足感 并让你觉得我是在向中国桌子跺上脚 做着重大努力 但这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想要的结果 让这些加拿大人回家 如此表态让杜鲁多受到了国内压力 反对派批评这是不可接受的 并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加拿大联邦财政部周五提供的新数字显示 如果经济没有出现重大震荡 或联邦政府没有新的预出 政府财政预算至少还需要22年 到2040年才能实现平衡 较去年的估计提前了5年 根据目前对经济成长的假设 及联邦加强商业投资的计划 至2040至2041年财政年度 握金预算会出现17亿元的盈余 财政部的报告指出 所有以上的假设都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 财政部长莫奈表示 自由党的长期开支计划 在精明投资于加拿大人 及良好财政管理期间平衡 但反对党表示 人民无法相信 由自由党政府的开支保证 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 在2015年竞选期间保证 会在第一任期结束时 及2019年平衡预算 但当选后 每年预算赤字 却比竞选期间保证的 100亿元还要高 明年3月底截止的 本年度财政赤字将高达181亿元 财政部周五公布的 联邦财政长期展望报告指出 如果情况比预期为好的话 预算可以在2024年平衡 或几乎平衡 如果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就像目前经济已有放缓迹象 那么财政赤字还会继续恶化 直至2034年 另自由党政府对赤字 如此信心满满且不在乎的原因是 该党深信国家债务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会逐年下降 此一比例才是衡量 国家负债能力的标准 而非年年累积的赤字数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